大家好,歡迎收聽我們港理台和大衛常頻度 今天是初三赤口,大家記得黏著我們港理台和大衛常頻度 一樣赤口依然可以為大家做到無窮人 看看今年的兔年展望 今天就算是赤口也好,也恭祝大家 一年好過一年,S君有什麼要跟大家說 恭喜大家,身體健康,恭喜發財,樣樣順利 好,接著我們要說回十二生肖 另外,兔仔之後的四個生肖 鼠油虎兔,龍蛇馬羊 首先說龍仔,接著說 吉星方面有個太陽,空聲有個攀安 攀安就類似以前的馬鞍,要上馬 又可能會有一些遷移,搬屋搬廠搬寫字 看看會不會有些東西中到 太陽就是藍貴人,如果你是熟龍的話 當年多些找藍貴人,藍貴人會幫到你的 三方四正,見到新公那裏 我們現在是玥德,死符小號,紅蓮,率公是指名龍德 子公又是,龍德,綠芬,桃花,紅蓮等等 那今年呢,綠俠就是有功,但是今年 雞仔應該也幫不到你很多 所以你要找貴人,我覺得老鼠仔 今年也會幫到你多些 但是熟龍其實也有些 形態稅或穿態稅 都輕微犯了少少態稅 所以今年也要注意一下不同的風險 主要是這樣 那今年主要行男性各人運 如果你老板上司是個男人 那他應該會幫到你了 那這個板安又怎樣? 要周圍搬遷 會有少少便法,或者多了機會出差也不奇怪 通關了 通關了,多了機會出差也不奇怪 那那些事業又怎樣? 那事業,那他的祖星又不是特別是事業的 但是就有貴人幫 那你想事業也好,財運也好 多些找男性的貴人 應該會幫到手多一點 我見下面,那邊又有桃花紅蓮 那樣啊 就是外面呢,如果你看到老鼠仔 他會幫到你 但是他的桃花又重 那可能幫你提升到人緣 不過,今年屬樹的桃花真的太有王城了 屬狼就算和他相合的 都是適可而止 有任何東西都足夠就行了 不要太過份了 那健康又怎樣呢? 健康就沒有什麼空聲 那反而應該可以 今年他的重點就是藍貴人 還有有多些出差 或是有少少 會搬屋搬廠搬寫字樓 那些東西 好的好的 那這個龍仔說得這麼長 龍仔說得這麼長 龍仔說了 蛇仔呢 今年就有天穴 天穴貴人 有翼馬 翼馬呢 又是那些搬屋搬廠搬寫字樓出差 旅行 諸如此類的東西 但是呢 又有桑門有孤神 啊 南忌孤神 呂忌寡寡寡 蛇仔呢 今年又是有什麼空虛寂寞 那桑門又是要小心 要小心 會不會呢 就是有少少的 就是家裡有白氏 諸如此類 這個要小心 就是簡灌念之一 就可能要小心一點 老人家身體 就是這樣 那三方四正呢 就見到雞 就沒什麼吉星 有些碎破 大浩南方 大公又是沒什麼吉星 八虎洋刃 醜公 又是沒什麼吉星 天狗吊寡宿 貴人呢 牛雞喉 唯一 相對多少吉星 雞喉仔 但是他也是地解是原德 有問題可以解決到 屬蛇呢 今年留意一下 因為呢 蛇牛雞 自有醜 我們叫三學金 金呢 今年是犯三殺的 所以蛇仔呢 今年也是犯三殺的 嘩 犯三殺聽說很大殺氣 怎麼搞 他又見他又南忌孤神 又周圍要抱 所以呢 今年蛇仔呢 那些感情運 就應該很一般的了 但是 喪門家人又出事 幸好他有顆天月貴人 多些找貴人幫拖 應該呢 在各方面的一些發展 或者一些財運方面 希望可以貴人扶持 多些發展機會 還有今年也要小心健康 或者老人家健康 嗯 還有今年多活動 走動機會 有營脈 是的 周圍抱一下 出去散心 不要經常這麼孤神 是的 是的 但是那些 依靠得到的朋友 都好像敏敏地水 牛又敏敏地水 雞又敏敏地水 是啊 即是跟你三合那些 其實他自己都 都一般的 未必幫到拖 就是馬丟幫到手 馬丟幫到手 還有留意 那些豬 木吉星之外 下面就有 白虎楊恩 楊恩就是一把刀 白虎是女小人 或者 都是屬金 都是刀 會不會外面有些飛刀 飛過來呢 去旅行 行翼馬的時候 都要小心一點 嗯 小心女小人 是啊 都要小心看到 白虎 好了 這個 蛇仔說了 咦 太陰 天喜 天德 馬仔 今年太陰 就是女貴人 天喜 也是一些桃花星 如果 今年 如果想天丁 可以把握一下 天喜 是生仔 天德 有些複星照著 屬馬 今年 其實挺好的 當然 三方四政 又見到 屬狗 寺美濃德 屬鼠 又是福德 六分 桃花 滿盆的星 屬人 就是 老虎仔 沒什麼吉星 但是其他有兩個人都可以幫忙 貴人方面 屬羊 屬狗 和屬虎 都是貴人 但是 今年留意一下 因為 馬和兔 都有少少的破 傷破 都叫輕微的犯太歲 整體來說 我覺得屬馬 今年的人 因緣運好 又有貴人 女性貴人運 可以多些把握一下 事業上 把握一下女性貴人 財運方面又如何 財運 看上去 其實還見不到很多財星 所以 今年也是 如果你是靠貴人 或者要前線跑單 多些利用貴人運 去賺錢 可能會好些 是的 會是這樣 因緣都不錯 健康 因緣就OK 是 健康 怎麼樣 生孩子 健康 是老虎的病符 輕微要小心健康 但是整體來說 我覺得屬馬是OK的 嗯 好了 看來 今年的馬也十分不錯 好 接著那個是什麼 羊 羊仔 羊仔 三台八座 天解解神話開 看上去 好像最多吉星是他 十二新少人 也是 還有 空聲就有官府五貴 三台八座 其實在同一個功能很難得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大家有留意 很多時候三台八座是分開的 加上 不是三合六合位 未必發揮到 三台八座 一個就是 一個座位 一個就是桌子 你想想一下 包青天 你只有一個位置 沒有桌子 他都發揮不到威力 配一張桌子 就整個官威出來了 那就是呢 哇 今年肅羊有官威了 有官威就是什麼呢 升職了 可能事業上有些新的 升爹的狀況 還有一個威蓋 對 威蓋是什麼呢 以前皇帝出巡 有車的 車上面有個 我們用今天的說話 類似一些擋板 擋著陽光 就是那塊叫華蓋 那是什麼呢 華蓋就是伴著皇帝出 還有華蓋聲 你說話就是人家會聽你的 可能別人覺得 你說話就是代表皇帝 你貼著皇帝 別人會這樣說 但是有天解解神 其實你升得來 都有很多問題 要你去搞的 不過不用怕 天解解神 問題是能夠解決的 不過 可能會忙少少 這個難免 要解決問題 另外就有官符五鬼 這組星 要小心 你知道吧 你今年禁王三台八座 有官威有聲 有近皇帝身邊 那些人眼紅的嘛 你禁王 你禁王 小心點 小印 官妃 那一類 就是這樣 整體來說 陽仔幾好 講完 他的三方四政 對公屬牛 沒有吉星 太公 也是沒有吉星 兔仔 今年 他還要跟太歲 友好 還沒合目 兔仔 有很多 玉塘文昌 掌聲 金貴 有很多吉星 也是他貴人 另外 豬仔 和馬仔 也是他貴人 今年 太歲相合 皇帝和你做朋友 又有三台八座 這麼多吉星 淑陽 今年事業 是好的 不過有華蓋 他會在這裏 因為你知了 皇帝那把傘 那把傘 那個平方 只有一個 意味著 你會孤單一些 所以 我想淑陽 今年 就真的下去 用心做事業 可能升職 公司又給多些問題 你解決 不過 處理的時候 要小心 會不會有人 小印或者官妃 要小心處理 今年看來 最發發聲 都是熟陽的朋友 升的 慢版 然後 財份 也不錯 其他的 修心養性 總之 專心事業 也說 立刻 三台八座 這麼難走慢 一齊的星 都可以給你 今次升得 啵啵啵啵啵 小心小印 是吧 是的 沒錯 有些什麼 給大家 S君 說了龍蛇馬羊 龍仔就有男貴隱 可能又多些出差 變動 蛇仔又是 有貴隱 有翼馬 也是要多些變動 但是要感情問 真是窄少少 有孤神在這裏 桑門就要小心身體 小心家人身體 馬仔今年都OK 太陰天氣天得 女貴隱 嫻 嫻 嫻 桃花 姻緣 各方面都好 美工 楊仔今年 努力事業 應該有得升你了 希望升職有得加薪 但是做事應該會多了 多了難題 但是努力事業 今年 好 我們四個年份都說了 所以 今次真的要大家黏著港利台 我們明天會再說 另外剩下四個新潮 今天說到這裏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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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